有的也让我用大头盒打斯诺克啊 今天来一个 这红球的角度中低杆啊 轻轻那么一点叫黑 然后这小黑呢 继续小中低杆一点叫红 哎 对面是裁判啊啊 还给掏个球啥的呀 哎呀 感谢啊 还有咱们给掏球呢 红球高杆轻轻一推高杆啊 叫到八号球底带啊 不对 黑球底带啊 这领不丁呢 这咋不太适应啊 打着台子 黑球这个角度高杆中立就可以啊 弹一裤 叫到黄球 哎呀 妈呀 这黄球这距离太远了 这球能打起来吗 还拿大头杆啊 这球看看低杆能不能点进拉回来一点点啊 叫到那么小绿球 这个力杆控制还是不错的啊 这绿球 再继续一个小低杆啊 轻轻往回一拉 拉那么两颗球就可以啊 叫到咖啡球 那么现在呢 就来到了青彩球的环节了啊 这个咖啡球呢 咱们一个小低杆 那么一点都不用持库啊 直接叫到篮球就可以了啊 看看低杆 ok啊 看看篮球的角度 这球多多少少小了一点 老铁门啊 这球高杆的话容易吊带呀 嗯 中杆给点右侧旋转啊 这一库 右赛的话持库改变白球的分离角度 看一下白球的位置啊 还是小那么一点点啊 领不定打这个斯诺克球才不太适应 那么咱们现在用的是大头杆 老铁门啊 这大头杆加赛好佳呀 就这粉球叫黑球 一个高杆左赛 大家看看啊 看 哎 吃那么一库 好嘞 这角度刚刚地啊 ok 没问题了啊 这球一个小中地杆 看看角度啊 够用 中地杆 两颗星 ok 感谢烙铁支持 点个关注吧